面条人又一次跳起了舞 卢米安借此确认 这神秘的舞蹈确实能让自己胸口的黑色荆棘符号不完全激发 也就是出现图案但附带的恐怖声音近乎没有 只存在一点点虚幻不清的耳语 这对他利用梦境的特殊是绝大的利好 可与此同时 他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面条人的舞蹈动作极难 有的甚至违背了人体结构 只有他这种柔韧性夸张到像是没有骨头和筋膜的怪物才能完成 卢米安虽然是非凡者 并且为肉体大幅度增强的猎人 也对自身毫无信心 感觉这么完整跳上一圈 不是哪条韧带撕裂 就是某块肌肉拉伤 说不定还可能出现骨折 二是这神秘的舞蹈似乎真的能撬动周围的自然力量 带有超凡韵味 以至于卢米安记忆了一阵后 发现自身灵性消耗极大 看完这一遍就得回去休息了 卢米安望着第三次跳起神秘之舞的面条人 无声叹了口气 猎人的灵性真的不顶用啊 而经过今天这件事情 他几乎可以确认荆棘符号对应的那位隐秘存在 与这片梦境废墟紧密相关 这里既有本堂神府身上那种黑色印记 又有可以激发荆棘符号的舞蹈怪物 说与那位隐秘存在没什么关系才让人惊讶 想到本堂神府胸口的同类符号 想到梦境废墟也跟着现实一起重启 陷入了循环 卢米安就愈发相信奥罗尔的猜测 这里的深处可能藏着解除循环的关键 即使不是全部 也应该有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 那位神秘的女士才一直暗示我去解开梦境废墟的秘密 卢米安越想越恨 抬起梅拿斧头的左手 对胸口那黑色荆棘符号做了个我X你XX的下流手势 他不担心会不会激怒对方 先不说那位隐秘存在能不能感应到 有没有看见 仅是本身已陷入他带来的时间循环 周围的人一个比一个奇怪和危险这点 就让卢米安觉得问题不会再严重了 看完第三遍舞蹈 卢米安揉了揉有些发空的脑袋 顶着胸口的围热 原路离开废墟 回到了荒野另外一侧的家中 临脱离梦境前 他试着巩固了下以记住的那部分舞蹈动作 差点没闪到腰 弄断膝盖里的韧带 撕裂小腿内侧的肌肉 狗屎 这就不是正常人类能完成的 卢米安骂了一句 躺到了床上 因为灵性消耗极大 疲倦程度很深 他迅速就昏睡了过去 卢米安醒来的时候 天刚蒙蒙亮 太阳还没有升起 红月已失去了光彩 他缓慢坐直 有一种深睡后的满足感 消耗的灵性也得到了完美的补充 走到窗边 卢米安拉开脸部 让外面的晨光照入屋内 下一秒 他眼神凝固了 那只比普通猫头鹰大一圈的家伙又出现在了不远处的鱼树上 正以居高林下的姿态望向他 卢米安飞快回神 张开了嘴巴 奥罗尔 奥罗尔 快 嫌疑者来了 跟踪他 听到喊声 那猫头鹰展开翅膀 飞向了村子边缘 他越飞越低 很快消失在了科尔度村边缘的树林内 过了几秒 一身白色丝质睡裙的奥罗尔才进入卢米安的卧室 他满脸懊恼的问道 是那只猫头鹰 对 卢米安望向窗外 白纸有跟上吗 奥罗尔拉了下金色长发 恨恨说道 他怎么总挑阴间时间出现 我刚才睡得正香 被你喊醒 还没来得及放出白纸 他就飞走了 你不是说心里有事睡不踏实吗 卢米安本能回了一句 奥罗尔白了他一眼 总是睡不好 会影响精神状态 导致失控征兆出现的 人呐 总是一开始的时候紧张 不安 恐惧 习惯了也就麻木了 好好睡觉才能保持清醒和理智 只能等下次了 卢米安很是惋惜 奥罗尔想了想 我们来总结下他出现的规律吧 不能一直守着树桩等兔子 自己撞上来 而且我们还得休息 不能时时刻刻守着 卢米安回想了下前面几次 都是后半夜到早晨这段时间 那为什么是这段时间呢 奥罗尔进一步问道 这只能算表现 而不是规律 你仔细想想 他出现的那几次 对应的夜晚 或者说前半夜 你做过什么 有没有重复同样的行为 我都在梦境废墟里探索 卢米安也不隐瞒姐姐 开始回忆 他第一次出现前 我在梦境里杀掉了第一个怪物 第二次出现前 我应该是通过冥想 激发了胸口的符号 找到了本身特殊之处 第三次 我在梦里服食魔药 成为了猎人 第四次 也就是今天 我 我发现了一较小伤害 在一定程度上 激发梦境特殊的办法 什么办法 奥罗尔脱口问道 卢米安将面条人和他的舞蹈 以及自己的尝试 完完整整说了一遍 奥罗尔一边听一边 在想猫头鹰的事情 等弟弟讲完 斟酌着说道 那只猫头鹰来看你 似乎和你在梦境探索里 取得重大进展有关 呃 卢米安回想了下 眼睛逐渐亮起 确实 第一次杀怪物 第一次展现特殊 第一次服食魔药 踏入超凡之路 第一次找到办法 可以利用那种特殊 类似的重大进展 在现实中也有一定的反应 那只猫头鹰察觉到了 过来做一定的观察 呵 这是闻到为了啊 奥罗尔摁了一声 之后我们可以有意识的 创造类似的机会 看能不能蹲到那只猫头鹰 我觉得他下次出现 应该是我掌握了 那种神秘的舞蹈 可以真正的在梦里 利用胸口符号 带来的特殊后 卢米安思索之中 露出了充满恶意的笑容 到时候 我入梦尝试前告诉你 你做好准备 奥罗尔想了一下 点了点头 希望能初步弄清楚 猫头鹰究竟关联到哪位 在科尔度的一场里 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卢米安顺势问道 奥罗尔 噢 姐姐 你对那种舞蹈 有没有了解 你知道的 我在神秘学领域 还只是个文盲 奥罗尔拉过 卢米安木桌前的椅子 坐了下来 沉思了一会儿道 有几本笔记提到过 在古老年代里 也就是第五季初期 和整个第四季 有一些大型的仪式魔法 那些仪式魔法里 不仅有大量的祭品 还有很多参与者 他们通过特殊的舞蹈取乐目标存在 以换取回应 其实 就祭祀 仪式本身而言 舞蹈在最初就被广泛认为 可以影响自然 沟通神灵 作用接近于超凡语言与草药 精油等物品的结合 在奥罗尔和卢米安生活的这个世界 历史共分五个纪元 第一季是混沌纪元 第二季被称为黑暗纪元 第三季叫灾变纪元 但奥罗尔听某位比友提过 这又称光辉纪元 第四季是众神纪元 或称众神时代 第五季就是现在 从1358年前开始 叫黑铁时代 其中 前三季的历史已无从考证 只剩下神话传说 第四季的则偶有文献 资料 笔记 废墟 灵寝 古城等出现 但整体历史就仿佛笼罩在迷雾里 只有一个淡淡的轮廓 而这还得益于七大教会的神学典籍里 时常提及一些第四季的故事 听完姐姐的讲解 卢米安一下有了猜测 那个面条人是用跳舞来取悦 荆棘符号对应的那位隐秘存在 希望能获得回应或者恩赐 她的仪式是不是缺了很大一部分 所以效果极差 或者梦境废墟本身的问题导致了失败 只能引动我体内那个符号蕴藏的一点力量 呵呵 这表现得就像我是那个神 因为看到了面条人的舞蹈 被他取悦 所以决定凸显符号 给予一定的回应 然而 这实际上完全不受卢米安控制 属于那个荆棘符号的自发反应 奥罗尔笑了笑 你更像的是那个符号的载体 某种意义上的工具人 他顿了一下 若有所思的说道 我怀疑那段舞蹈就是专门为了取悦 或沟通荆棘符号对应的那位隐秘存在 而被发明的 要不然 不至于让一个符号都有反应 而且 根据你的描述 这不是普通人能跳的 必须是具备特殊增强的非凡者才可以完成 可22条途径对应的序列9和序列8 我都知道叫什么 有一定的了解 没哪个能跳那种舞蹈 面条人的表现又不像更高序列的 要不然你根本逃不掉 也许不在22条途径之内 属于某位隐秘存在的恩赐 卢米安想到了那位神秘女士的说辞 奥罗尔望了眼窗外 抿了下嘴巴 这不知道和环中人有没有关系 对等于序列9或者序列8的力量 应该 卢米安忽然笑了一声 我来给他命名吧 环中人对应的序列9 面条人 奥罗尔忍不住往上看了眼天花板 姐弟俩交流了一阵 下楼用起早餐 学习赫密斯语到10点多 卢米安带上重要道具出门了 PS 求月票TUDA